大家好,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英雄征戰時間號 那今天呢,來推薦的套牌是這個進化巫師的部分啦 那因為在昨天實況打大賽的時候還是很多人說 欸,但但如果大賽沒有看到龍主怎麼辦 那我自己覺得這套還不錯,然後這套也是因為我自己也看不到龍主 那這套也幫助我打到了這個A組的這個部分 所以呢,如果今天最後一天還沒有打進A組的 如果有機會選到巫師的話,不妨試試看這個進化巫喔 那這次進化巫的話其實概念很簡單 因為進化體系的這幾套其實都蠻簡單的 那基本上就是利用這個英雄絕技的效果去讓手上的奏勢變成一廢 但也不要每一次都說,我這個一定要讓奏勢變成一廢 其實有的時候讓朱畢特變成一廢 然後去做魔法的這個PV魔術 或者是讓這個軍神去變成一廢去打傷害都好 所以其實不要太想說,我這個減三一定要減在宙師上面喔 這算是比較多人會出現的一個這個盲區啦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那基本上起手呢,我自己是全換去找瑪莉的 然後後手可以多留一個跳廢 那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有其他的搭配才會去留可能妹妹啊之類的東西 然後基本上大多數時候就是利用加一加一去斬這個零費 然後讓這個魔術師去做一波大的進化爆發 或者是用這個減一減一去做湊這個進化 因為有的時候可能進化真的差一點點 可能必須要利用到這個 算是靈活性蠻多的一套套牌啦 我自己覺得強度很夠,穩定性也很好 所以如果在沒有龍族的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可以嘗試看看玩這個進化巫師啦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進這個一般對戰來玩一下這套進化巫師玩起來怎麼樣感覺 好,那看一下第一把遇到什麼 OK遇到龍族,這是一個偏難受的對局 基本上這個龍大部分的人打他都沒啥折 那起手的話留一張沒單做 後手可以跳廢 然後我們有甜點魔術師了 有甜點魔術師的話我們等一下零可以存起來去做使用 那這對局的話可能要看能不能去利用軍神再加咒石去打OTK了 因為 對面的回血量很高我們基本上沒辦法去打一個分段的傷害 我們就直接先拿一個零 那我在想的是可能 武費要準時做嗎?可能武費要準時做 就跳完的下一個回合可能要準時做甜點魔術師了 會好一點 這邊進這個那就有趣了 這邊進的話一樣再拿一張 要把他射掉 下一個回合 下一個 下一個回合感覺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不太想幫他跳廢 就讓他放著好了讓他放一段時間 不關我們的事 拿一個 然後 開下來 可以結束了嗎 他要自殺給他自己慢慢治 反正 至少下一個回合我也不可能撞他的 跳廢了 我們下一個回合還可以再拿一次零 那我們就再拿一次零 進化 然後拿零 拿零之後這邊可以想一下 感覺這些傷害要留下來好像不能隨便交 不能隨便交的話可以考慮直接回合結束嗎 可以考慮直接回合結束 回合結束 跳廢來很多 跳廢來很多 這邊抽一張中立 進入到他的回合了 倒極不用太擔心了 我們這邊也要出發了 我們這邊直接做四次的進化 零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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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場進化 全場進化之後這個一感覺可以留下來打傷害嗎 留下來打傷害好一點 只是這一把有點尷尬的是我們的 軍神跟宙斯沒有來 有點尷尬 比較尷尬 比較尷尬的是他這兩個東西沒來啊 我們進化其實湊很多了 是已經在這個叫沙瓣為內的說實話 然後開刷這邊交刀 可接受 這邊交刀的話我們可接受 我們場面確實是鋪起來讓他不舒服 這邊交兩刀 這邊交兩刀的話 挺好的 OK 交兩刀 打三 然後這邊再噴一個四 還可以接受 我想一下 感覺抽一下吧 抽一張看一下 又進這個 喔 少場 我感覺要少場 這邊少場吧 就要當這個少場 再做一次進化嗎 再做一次進化 哪裡 這把應該是危險的 這把應該是危險的 我們的傷害沒來 我們的傷害沒來 拉夫娜 爸 爸 我們的傷害沒來回血也沒什麼來 不得不說是真的尷尬到不行 但應該是還行嗎 看一下 我進這個 這個零先點掉 然後 想一下怎麼打 壓進化狀 我感覺要補血 說實話我感覺要補血 再把牌濾出來吧 這邊小小打錯 剛才那個要先點的啊小小打錯 可能不是小小打錯這邊錯很重 很尷尬 補血 這邊讓他進化 啊調費 啊尷尬 我將進化幾次啊 進化12次啊不是啊我就是不來啊 好啊 但我們這回合應該是死了 刀子 呃焦禮 這邊應該是死了這邊應該是死了 他手上兩刀吧 手上應該是兩刀 手上兩刀然後還有那個 蛇蛇蛇 沒救了 這把說真的就沒辦法 啊 傷害不來 看了24 看了16張牌了沒有來傷害 小意外了 小意外 但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穩定性很高 就是我們的進化次數啊 或者是我們的 場面能力很強 只是我們遇到了這個模式比較 OP的這個職業 這沒辦法 那牌真的太強了 這是阿嬤來打都會玩的那種 只要有看過我上一支的那個影片的話阿嬤來打都會玩 好這邊內戰 後手 一樣看有沒有跳費 沒有可以考慮全換 有跳費了然後來了上一把都不來的竹筆特 卡在我手上謝囉 那這個對局的話內戰感覺也是要打OTK 因為 這個對局雙方很補 所以是有機會被補起來 這邊還行 直接接一個這個 接個這個之後下一個回合可能 快樂小豬 直接下去進化之類的 看他這個回合吧 他留幾張全換 全換那表示不一定 不一定有東西 OK 沒單左那我們就快樂小豬 下去然後進化裝掉 他是選擇直接來解 那我們就不用裝 這都是個啥 啊 那這邊我可能會直接拿這個 然後回合結束 因為下一個回合高機率也沒事情幹 那我們下一個回合在快樂小豬進化就好了 只要是下一個回合看起來高機率也沒事情幹 好這邊要防止他那個所以這邊要剪掉 這邊要防止他多做一次進化我想解這個 我想防止他多做一次進化 因為他這邊 最好的節奏大概是架一個333吧然後自動進化變55 我想防一下這個東西 不想讓他有機會在就是這麼輕鬆的直接壓進化給小豬然後直接55下來 不想讓他做這個操作 看他這邊進化是直接進爛 突然 就 壓進化 射掉 下一個回合可以213 然後我們的進化54任務就解完了所以我們的回復量就上來了 現在就看兩邊到底誰的傷害存得比較多 那補血 喔他這個回合沒東西打手上超卡 喔 好消息 那就2 3 想一下這1要不要交 會缺這個1費打2的傷害嗎有其實有機會 其實有機會 感覺不要交好了 好像可以扣著 扣著感覺好一點 我們現在進化5次 希望544看能不能給個面子啦等一下來個544的話我們應該挺 挺爽 他有進化5次嗎 沒有他沒有進化5次對啊 我記得沒有 因為他上一個回合沒進化他上個回合卡了 想閃 他沒有選擇壓進化再打翔閃 他沒有選擇壓進化再打翔閃 他想他少打2 我好爽我只能說我好爽 好像還可以再跳一次 要不要考慮再跳 好像可以再跳 再跳好了這邊抽一張 不感謝 不能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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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跳的 拿一張 壓進化 然後這個先拿起來 喔有了 我覺得不會說 剛才忘了先把衣打掉了 先把這個電視線打掉 我覺得不會說我忘記了 這個忘記了好像 好像出事了耶 尷尬了耶 出大事了朋友 想說先拿一等下 給這個家的 啊出事了 我要找我的追憶體院 我沒有進化點了 少三把還少二把 喔 我跟你講還是老話一句 問題不大 穿掉 抽 有沒有就跟他們講問題不大 對 問題真不大 這邊拿補血好了 他補血 零抽一張 零再抽一張 這邊可以先撿 然後這邊可以直接先灌傷害了 逼他逼他要補血了 我們下一層可以再發一次減三把 咒師減 可是這把有點小尷尬的是我們只有進化七次 算是少到不行的一把 如果他這邊等一下沒有回太多血 我甚至等一下直接雙 公軍 我想一下費用 一五六 六 所以等一下還有三費的扣打 所以是可以打朱必特 可以打朱必特 解一隻的 然後還可以瑪莉下去多維次進化 好像是可以考慮拼殺 因為我的進化次數其實遠遠不及他了 他有追停願一直進化 我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邊應該會是一個拼殺的好時機 這邊看他要不要打一直接補血 一直接補血的話他就沒有他就只有有兩個場了 那我等一下就可以做我要做事 直接拼殺啦 八次進化的也也不可能不動了吧 不可能不動了吧 反正我就是準備好拼殺了 林先抽 小豬 怎麼選擇小豬喔 那就又一張軍神 還是三軍神會斬嗎 三軍神打多少 10 10點20點30點可以打30點 4 這樣幾費6費6費6費的話一樣有3 一樣有3如果消一支 消一支點一支撞一支 三軍神必斬 還是你們想看宙斯三軍神是斬了啦 但是我知道你們想看宙斯 我打宙斯好不好我打宙斯 我打宙斯 我打宙斯 這邊我打宙斯 三軍神是斬了啦 但我拚給你們看 不要說我鬧 我拚給你們看 臉不要撞掉 軍神先打 4 1 來囉 至高之神 致高之神 宙斯 吉齒 吉齒 就跟你們講了 怎麼可能不動 怎麼可能不動喔 喔 好不好 好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套啦 這套玩起來是真的還不錯 大家可以 參考看看 好啦 那今天的英雄征戰的牌組 就到這邊 概括單落 我們明天再見囉 掰掰 掰掰 by bwd6